Drama 这边两个A我们就知道它有两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DRA我们念成DRA MA我们念成M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Drama Drama这个字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戏剧 或者是所谓具有戏剧性的事件 来我们看例句 My favorite actress is going to star in a new TV drama I believe it will become a big hit My favorite我最喜欢的actress 我们知道actress的意思是所谓的女演员 有女演员一定就会有男演员 男演员的英文我们就念成actor actor就是所谓的男演员 所以它说我最喜欢的女演员 is going to star Star在这边它原本当作名词是星星的意思 但这边你看它前面有一个is going to 你就知道了这个字 它在这边它不是当名词 它当的是动词 那担任动词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担任主角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star原本呢 可以用在所谓的明星 电影明星或者是歌星 我们就会用star这个字 那这边呢 我们中文呢 把它变成一个戏剧里面的星星 那么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担任主角 所以英文呢就念成star 好它呢 将在一部新的tv drama 这个a tv drama 这个所谓的电视剧 我们英文就念成tv drama i believe 我相信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它这边有一个that 它把这个that的连接词给省列掉了 我相信这件事 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it will become a big hit 那这个it指的什么呢 当然指的就是前面的这一部tv drama 好 所以呢 这部电影呢 应该怎么样呢 will become a big hit 各位这个片语呢 可以顺便记一下 become a big hit 这个a big hit 指就是大受欢迎的意思 好 这也是我们常常会在生活的英文里面听到的 a big hit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a big drama happened when I was making breakfast this morning the pan caught fire and the kitchen was almost burned down a big drama 好 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happened 什么时候发生呢 好 这边有个时间副词子句 when I was making breakfast 什么时候呢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 好 所以呢 当我今天早上在做早餐的时候呢 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好 什么事情呢 the pan 好 注意啊 这个pan指的就是平底锅 caught fire 这个catch fire 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着火了 catch原本的意思是捕捉的意思 那捕捉到火 那意思就是着火的意思 and the kitchen was almost burned down 这burn down就是燃烧殆尽的意思 几乎完全都烧掉了 burn这个字就是燃烧 我们常常说移为平地 有没有 整个房子都塌下来倒在地上了 所以我们英文就说burn down 好 那drama这个字呢 是名词 我们在drama的后面 加上tic 那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dramatic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在dra 我们念成dra 第一个音节念成me 第三个音节念成tick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dramatic dramatic 那dramatic呢 它词类是形容词 跟戏剧有关的 我们中文就翻成戏剧性的 夸张的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come on it's no big deal don't be so dramatic come on 就是别这样的意思 come on 我们常常会听到 it's no big deal 这个句子也蛮不错的 同学可以把它记起来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don't be so dramatic 不要这么戏剧性 不要这么夸张嘛 好 所以呢 这个字呢 一开始呢 就是从drama这个字 名词戏剧 戏剧性的事件 当作平容词 dramatic 戏剧性的 夸张的 词戏剧性的 词戏剧性的 词戏剧性的